一旦有其他的念頭 插入 插入 不是插入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許蘭芳 歡迎收看Dr.C 老師 今天那個 我們久違的雙木林雙先生 再度回歸 送給我們一些 一些比較獵奇的問題 好 他要問什麼 他說 聽說男生不戴套做愛 女生會比較容易高潮 沒有這種事 第一個就邏輯上來說 我前面不是說的 女生本來就不容易高潮 如果在不戴套的情況之下 它就不容易高潮的情況 其實你在戴套其實也沒有差 那第二個 女生的陰道壁 它有一定的厚度 那加上我之前也說過 女生有感覺的是陰道前面的三分之一 後面基本上也是沒有感覺的 所以你有沒有戴套 對女生感覺差異不大 還是有少部分的女生 會跟你說 喔 她覺得有差異 但是我現在講的是 大部分女生的感覺 其實是沒有差異的 就算不戴保險套 也不等於女生就會高潮 這個我之前的影片應該都常常講到了吧 女生的高潮不是決定於 有沒有戴保險套 而是做愛的過程當中 你的持久度 還有你的頻率 還有你們之間的愛 這個才是決定 女生有沒有辦法高潮的因素 有保險套也不代表不會高潮 沒有保險套不代表女生一定會高潮 所以女生不要被這句話騙了喔 反正就是要戴保險套 就是每天戴保險套 戴著穿戶機 會影響女生高潮的反而是 當你在戴保險套的時候 她如果會擔心說 你這保險套如果掉下來了 保險套如果鬆了 會不會讓我懷孕 這些念頭 反而會讓女生沒有辦法 好好的享受在性愛當中 因為女生的高潮是需要時間累積的 一旦有其他的念頭 插入 插入 嗯 不是插入 一旦有其他的念頭 閃進去她的腦海裡面 她們累積的高潮就會瞬間降為零 要從頭 從頭開始 那與其這樣子 還不如你去選一個 尺寸正確的保險套 你戴的舒服 女生也可以放心 兩個人都可以很開心的 享受在性愛裡面 這樣子很好嗎 那剛剛雙先生還有個問題想問 嗯 雙先生 雙先生問題好多喔 自己問啊 我是幫朋友問 那 顆粒到底對女生的高潮有好處 什麼顆粒 哪裡的顆粒 保險套的高潮 有顆粒的保險套是不是 對 戴有顆粒的保險套 座愛女生是不是會比較 舒服一點 對 沒有 其實 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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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資料跟詢問身邊 大部分的女生 不管是個案還是朋友 還是什麼都好 其實有沒有顆粒 或是你在螺旋啊 還是什麼什麼狀 其實對女生來說 保險套的感覺 就是差不多那樣子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知道 說雙先生都買有顆粒的 女生會不會因為有保險套 或沒有保險套 會影響女生的高潮 其實這個問題是在講男生吧 因為男生有沒有保險套 的確會影響 射精的時間 所以這個的高潮是在講男生 不是講女生 所以我想跟所有的女生講 尤其是正在青春期 你可能要在常進果的 時間的女孩子們 小女生們 如果有男生跟你說 不要戴保險套 你會比較容易開心 不要戴保險套 就怎樣怎樣 那個只是他 不想戴保險套的藉口而已 而不是因為 為了讓你比較開心 因為他如果真的愛你 他真的保護你 他會以安全為主 第一個避孕 第二個安全的性行為 讓你不要有染病的可能 這個才是真正的好男人 所以不要被男人騙了 他們要戴套 不要戴套 是為了自己的射精快感而已 不要罵人喔 隨便你 老師可是有些男生就是覺得說 不戴就是真的會比較舒服 是沒錯啦 就男生的感受來說 不戴的確比較舒服 可是 啊你一開始就戴就好啦 如果在出場靜果的 年輕人們 你還沒有 你還在就是 嘗試這個階段的時候 請你第一次 就戴保險套 你之後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因為你都是在有保險套的情況之下 就不會有有或沒有的落差 反正以我的立場就是 在安全的性行為裡面 就是要戴保險套 除非你們要生小孩 在固定性伴侶情況之下 你們兩個講好 那個就放旁邊我不講 我要講一般現在在有性行為的男女們 你們就是要戴保險套 我講很多次我就是要講到你被洗腦 有保險套沒有保險套 最多是生理上的差異 而且它也不等於女生高潮 真正的高潮是來自於大腦的感受 感受跟保險套的生理上面的感受 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你們的愛 愛 都為了愛 愛 有愛沒愛 勝過於有保險套跟沒有保險套 這樣夠清楚了吧 那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人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留言 沒了吧 開啟小鈴鐺 掰掰 好 對 有愛沒愛 對很好就這樣 運動一段時間 高頻率的有腰臀的 腰臀 高頻率的腰臀 那怎麼搞 衝刺 衝刺 對 翻白眼